救護官在車內 不斷替因為飲水分煩的紅星南豬進行結局 希望他當初救一時 萬歲也死命 至16號晚上 發生在一月訪一間高級飯店的一項魚館 一位去14歲的南豬 在飯店11樓由飲食分煩飲飲水 其實那個水可能不會很深 大概1米5左右 但是他就看到他以為他沉下去 他是在憋氣 所以呢 他們不疑有湯 但是後來發現 過了大概幾秒鐘或1分鐘 他們發現人都沒有上來 後來他們才發現其實他是溺水 所以趕緊把他救上來 發生意外 幼英豬為了飯店11樓 煮飯就是親手跟一些湯 沿著火一樣的味賴警官 也可能因為在火鍋 加上暗時 幼英豬水溫也比較低 讓這位技術 在身造不夠的紅星南豬 浸一點水來就稍微分煩 溺水 除了他的肺部裡面 可能還有一些雞水 所以我們趕快把他送醫 在車上的時候 他有口吐白沫跟一些血水的那個 然後只是我們那個後面的義男 然後協助用抽吸 把那些一些髒水 還有那些痰什麼東西出來 實在測量一些湯的水溫只有18度 放在室外 油英滴水可能因為風吹的關係 溫度會比18度更加低 因此下風對我也好 由當天油英的民眾 一定要開始做好 熱身的準備運動 下水前最主要就是拉筋 然後從事熱身動作 早日後晚上在一些湯 高級飯店所發生 飯器飲酒的意外事件 包括在飯店之間 馬上用傻瓜電擊器 加上CPR 讓南豬回合心跳 這是送往便宜 結局有完分枚 需要擦控治療 記者給文算最後報道